我剛一查發現貓膩了 數位中介法 跟數位部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關係 你就說沒有吧 這一個不是NCC管的 然後跟這個數位部才剛成立 各位有關係 而且這是誰說的呢 NCC的副主委 即發言人翁伯忠 他說的現在查案不是卡關嗎 我現在知道了 這個數位部喔 會不會就這樣推一把呢 就幾天前而已就25號而已 他說呢數位經濟跟網路治理 是一體兩面 他說呢數位發展部是產業發展 NCC是數位治理 彼此都要兼顧 所以呢他就說喔 很多學者認為啊數位發展部 要一起來討論啊 討論什麼討論數位中介法 數位部跟數位發展部的關係 抓到了 抓到了 到底會怎麼樣的一個討論呢 這也是讓我們覺得 匪夷所思 你有什麼想法嗎 數位發展部現在臉書上的貼文 他今天唯一的貼文 炫耀說用手機可以來簽公文嘛 那用手機來簽公文 在2022年這有什麼好值得拿來炫耀的嗎 或者說在一個數位發展部 它所成立 竟然唯一可以拿出來說嘴的 就是用手機簽公文 大家不會覺得很可笑嗎 我們的數位發展部 這都是活在井裡嗎 就如果你這是2016年說 我們現在可以用手機簽公文了 那個叫做化石的 那個就確實叫做 等一下 換提我問題 可是手機簽公文 跟數位發展部也沒關係啊 因為這個APP 軟體又不是你開發的 對 而且也不是你開發的 不是你看 他就是要找個東西來講 而且他就沒什麼東西講 那講出了一個 那當然啦 就是對整個的政府數位化來說 確實是往前邁進 但是其實拿出來說嘴的東西 會讓我們覺得說 原來你的邁進是一個 應該在好幾年以前 就應該有所進展的事情 那其他的吐槽的前面 前面也都有講 那如果我們去細看 這個所謂的數位發展部 它目前能夠呈現出來的東西 就除了一場空之外 大部分就是一些花裡花笑 讓一般老百姓難以接近的文字 因為他真的認真去看這些官網的東西 那就完全就是在製造一種數位落差 跟世代落差 他就是欺騙普通的老百姓 反正你也看不懂啊 我就寫了這些東西 你看不懂 但理論上我們的政治 就是要接觸老百姓 就是要跟人民來做溝通 要做一個友善的互動 那如果你的官網寫的東西 正常人都看不懂 你有打算要跟人民溝通嗎 你還講說你看我們要做數位溝通 結果你的說明的內容 大家根本就沒有辦法跟你溝通啊 那多元宇宙你到底是講什麼鬼東西呢 那什麼跨國民主在講什麼鬼東西呢 所以本身啊 這就是一個排外的 這就是一個沒有想要跟人民溝通 沒有想要跟人民互動 也沒有想要讓人民了解 這就是一個集中式的權力 然後充滿傲慢的忠心 所以唐鳳過去以來細數 每一次先前吹捧他的東西 吹捧他 然後說哇唐鳳又出招了 唐鳳又做得好 但是哪一次不當機的 對吧 這所有的疫苗的東西 欸疫苗的預購啦 三倍券啦 五倍券啦 口罩啦 快篩啊 都當機啊 每一個不當機的 然後呢 就連我們先前說 哎呀病毒的上傳啦 以及這個COVID-19 確診者的上傳系統呢 大家幹得要死 就是竟然會被塞車 是網路上的系統塞車當機 那因此導致了人工輸入的當機 所以才會有很多很多確診者 然後幾天都收不到這些資訊 這都今年才發生的事情 然後這個時候 綠營又開始造神啦 唐鳳又出手啦 那個他出手的結果什麼 就是他搞一個新的系統 他搞一個新的系統 他就覺得好棒棒 但是呢你就苦了所有的基層人員 為什麼 因為他等於要把所有的東西 都再輸入一遍 你救的問題完全沒有解決啊 這就是當年所謂 是今年啦 今年唐鳳所謂解決的方式 這什麼 就他重新開個網站 然後好像覺得了不起 但大家就說 舊的東西你沒修好啊 好 那麼再來一個 他裡面所告訴大家說 好我們要做一些所謂的科技發展 你知道我們不是已經有科技部了嗎 那你的發展內容跟權限跟科技部 又有什麼樣的差別 又有什麼樣的關聯 為什麼還要額外的再多成立一個東西 所以如同我們前面所說 他就是一個用來騙預算 然後呢來豢養自己綠油油的一個單位 我跟你講過去以來就專幹這種事情 不斷的成立新的組織新的單位 不斷的呢來擴編 包含是外交上的人員呢 人事都通通的擴編 把本來一些政務 把一些本來是公務員的一些職位 通通都砍掉 變成了讓他成為是政務官 可以是民進黨自己御用的人馬 幹嘛 都是為了要圖利自己的綠油油 不過呢 如果民進黨現在就是通過這些東西啊 因為反正國民黨大概 我看也是攔不住了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民進黨留下來了這麼多的好武器 這麼多好用的東西 未來啊 就留給在野黨用吧 好不好 就跟你們那個什麼數位中介法一樣 你們留下來這麼多 可能打算要侵害人權 侵害言論自由 侵害 迫害老百姓的這些工具跟手段 你們如果今年不用 或者你們現在用了 未來如果在野黨勝利了 沒關係 同樣的工具我們就拿來教訓你 不要忘了政黨是會輪替的喔 好來 接下來新華哥 我剛剛繼續查 果然沒錯 唐鳳首要面臨的第一個挑戰 就是數位中介法 該怎麼處理 好 乍看之下是養網軍 你再細看你會發現網軍也不必了 直接養自己人 真的啊 你自己看你自己查就有啦 而且這是NCC自己說的啊 這也不是我們說的 是NCC自己說的 之前呢 數位中介法和喀馬 蔡總統呼籲要歸零思考 原來這就是蔡總統所謂的歸零啊 好 他裡面提到了相關的爭議喔 數位不成立之後呢 跨部會溝通協調 唐鳳怎麼處理 新華哥 所以大家對於這個 會不會養網軍 會不會成為數位警總疑慮 他就是有他的理由嘛 因為民眾就是擔心嘛 我們可以發現其實我們政府 在我做組織設計的時候 應該好像非常精簡 非常專責的一個 這個方式來設計 可是從剛剛每個來賓 所講的發現 奇怪你這個數位 為什麼包三包含有外交的 有什麼全部都包進去 有教育的交通都包進去 所以我覺得難免起人移動嘛 對 你同一個任務 你現在不清不楚 搞到兩個部會 那是不是你同一個任務 邊兩套預算 那多出來的預算 是不是你要拿去做一些 有貓膩的事情 大家當然會懷疑 而且我必須講 目前看起來 你這個數位部的職責 跟業務範圍 跟NCC 兩個真的不清不楚 扯不關 根本分割不開來 好 那我就問唐鳳 你既然身為一個非常 這個進步價值的代表 你自稱很進步 那你是知道第一件事情 你要不要表態 你對這個數位中介法 你的態度什麼東西 對不對 你既然你們的業務跟NCC 切不清楚 好 那你唐鳳 要不要對數位中介法 你要表態嘛 你表態之後 我們人民才決定說 我要不要支持你嘛 對不對 好 再來就是說呢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到 其實整個蔡政府現在呢 把很多這種網路的 這樣一個言論的一個 這個範圍 不斷地限縮 我們知道很多時候 人民的言論 是在對一個多元的價值 在做表態 可民進黨政府 就用這種雙標的方式 來前置人民的自由 比如說呢 我對某些訊息 對民進黨不利的 哇 他就開始出手 對民進黨有利的 哇 他就看作 這個完全不相關 不理他 這就是用這種 我們這個行政監管的落差 差別待遇 來行使這樣一個這個 言論自由的管控 所以必須講 其實人民對蔡政府的這個 網軍的疑慮 不是沒有來由的 大家記得嗎 過去丁一鳴在當這個行政院 發言人的時候 他們不就是在行政院裡面 養了一群人嗎 專門做梗圖對不對 還改個中央廚房啊 對不對 所以也無怪物人民 對於這個所謂數位部 會不會成為網軍的一個大本營 會不會成為數位警總 有這麼高的疑慮 所以無論如何我覺得 錢竟然已經弄下去了 好 大家都在看 唐鳳第一個 你要對於數位中介法表態 第二個你要對於錢怎麼花 人怎麼用 講得清清楚楚 他是澎湖浮澎 喜萊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條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欸 是 對 有一個